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 塞馬習作 今天是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 拍片時間大約黃昏接近6時左右 今天是出隔夜飛的日子 自然來賠率第二擊的時間 為大家率先捕捉操盤手 以及大戶對明天賽事的看法 以及捕捉他們的頭注的初盤 這次跑國慶賽日還是10場 接下來就變回9場11場 因為馬口多了 以及隔了半個休戰期 今次賽事有幾隻傳營門放在這裡 但是我們看到外面的信心指數 他們另有所好 不只是喜歡傳營門 有幾隻似乎他們覺得香港的賠率是開錯的 待會跟大家分析是哪幾隻 另外騎士王方面更加嚴重 原來三大高手 每次都很悶地開他們幾個 今次操盤手是大膽飛起其中一位騎士 就看看待會他們操盤手有什麼看法 開始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鈴鐺 即更好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首先是一段很簡短的廣告說話 首先要多謝365tips.com 再次贊助這條影片 365tips.com 他們是一個提供職場比數 當然更加重要是提供足球提示的網站 他們是以大數據 結合電腦AI的自由學習方法 綜合對賽雙方的網跡 數據變化 戰術運用 基本實力 最新的情報等等不同因素 集合在一起 預測球賽結果 而AI人工智能 預測的準確程度可以達到八成 而七天之內 他們可以預測 40-60場足球賽事 而他們的Best Tips 正在做優惠 訂閱他們頭七天 只需要20美元 如果大家有賭開球 或者需要這方面資訊的朋友 也不妨參考365tips.com 首先騎斯王方面 這是黃分5.15分 CAP出來的騎斯王賠率 首先要講一個移動性 莫雷拉 4號仔 6倍 好像告訴大家 莫雷拉的馬不需要買 也很少可以開到6倍 這麼冷 而熱到哪邊呢 2號周進落 好像除了我們一般馬迷 或者輿論之外 就操盤手都把它放到焦點上 看他今天會畢業 今次賽事 周進落有什麼馬呢 最熱的那隻是雪山飛湖 另外有些是合約精神 當家精神 還有這個次熱 三元密路 標之未來 翠湖飛鷹 美場合衆共製 邊邊線線 這樣也2.8 他的馬是否一定有馬贏得到呢 我也有一點疑問 當然他的馬有很多熱門 是真的 第二本就是潘頓 2.25 他跑8隻而已 都2.25倍 相對於莫雷拉跑9隻 6倍來說 就是說 極之體好潘頓 這個才是真正的重心 我覺得周進落 就嚇一嚇大家 他這8隻馬裡面 似乎 起步是信心大 還有緊張大師 當然是13元 那12分好像拿緊 告訴你 還有那些 對行之聲 金剛複聲 包裝太保 天池貴合 其實美場的共同勝利 都有機會跑屁 所以 就開到這個潘頓2.25倍 我認為 表面上周進落 好像眾矢之的 特有異動 但是操板手 看好的騎士 是大熱門的1號潘頓 田泰安都是不過不失的 大家喜歡搏一下都可以的 因為他經常都是產入一些 8至10倍半冷門 最醒神 看看他會開到幾隻出來 今次也有兩隻是幾熱的 有正本開心 爆谷 和凌駕 都是屬於幾熱門 還有美場的中華盛景 如果有中華盛景 他也開到5倍 我覺得也不算特別看好 只要正正常常 田泰安開5倍 6倍好像習慣了手勢 其他騎士都很冷 薛恩有隻王者精心 都給了35倍 何宅堯 潘明輝 全部 霸道 佛膳觸塵 好像來來去去都是這幾個騎士 都無謂搏得太冷 我看到 就似乎潘頓是備受看好的一位騎士 接下來 到了各場飛數的時候 這個是今天下午4.9 黃昏 卡出來的賠率 簡單介紹 左手邊黃黃底色 英倫參考賠率 中間就是香港在下午4.9 所掌握出來的賠率 右邊就是外圍的信心指數 注意 以上所有的賠率 都只供參考 大家投注設計要光顧香港賽馬會 不要光顧任何非法外圍 首先第一場 第二場就是初出的起步 香港有2.4倍 但是WINPay不對 即是PayC19元 我猜要先放大一點的票 先放下去 事實上 英倫也開的是大二 但不是一面倒熱的 普普通通的 信心指數81 這場平均在123459 但是五隻都是平均均均 又不算特別 有哪隻特別吃重一點的 所以這場我懷疑 表面範圍是那幾隻 但是隨時會爆 因為好像看起來不太清晰 去到第兩場 這場2號大熱門 王姐精心就一定了 信心指數就完全對版了 86 也是一些典型全熱門的指數 大家見慣 英倫開的是3.5 不覺得它是一面倒 大家有一點意見的分別 但也是大熱 半冷來說 可以留意一下5號幸運旅程 因為英倫開的8倍 指數也有 另外8號這隻龍來了 也算是挺有信心的 雖然香港現在9倍 看看到時候會不會下飛 到第三場 你看看指數和倍率這麼平均 這場不僅是亂局 我心目中是全無重心 全無把握的場次 甚至來香港最熱都是4倍 大家稍為扶手棍 就是事必非非 可能只是因為它有準字 你說它是不是頭馬上很高 實力很強 都未必 另外 南門可以留意一下4號 行運精選 因為這日有指數 英倫開的不是很冷 十多倍 而香港暫時是二十多倍 看看明天會有些下飛空間 認為它不應該這麼爛 去到第四場 這場也是一些亂局 但沒有剛才那場那麼典型的 毫無把握的場合 香港最熱是水星2號 暫時是7號 但是一般 信心指數最強是1號的美援人生 英倫也是對版的 香港7倍也是7倍 另外這一場馬裡面 3號爆谷也是弱的 3號才是大熱 抱歉 水星2號那些不是大熱 爆谷的信心指數和英倫參考倍率都是弱的 大家零可要1都不要3 有這樣的看法 另外 南門留意其他的 可以是9號金剛複星 這隻 都是有些信心放在這裡 好了 去到第五場 第五場就沒得說了 緊張大師 88這個指數 以我記憶中都沒什麼見過 是88 89 88很少見 合理 典型十幾元的指數 但是要注意 英倫是看好 這個6號的自省財生 是次業門來的 香港十幾倍 香港暫時都不是看淡的 看看明天會不會下飛 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而當家精神 雖然有這樣的8號在那裡握飛 但是他的信心指數不算很弱 以及英倫賠率也9倍 那OK 所以這場裡面似乎也有核心的範圍 就1、2、6、8這幾隻 去到第六場 大熱就是2號浪漫組合 浪漫組合 英倫是看好的 但是外圍略為看淡 外圍喜歡1號的三元蜜露 英倫也覺得OK 大家特別要留意三元蜜露 看看明天會不會下飛 另外5號多多歡笑 以及9號功夫查 都是第三勢力 各看好 一邊看好9號 一邊看好5號 各擁所好 似乎其他的馬就比較平均一些 但不僅僅說這幾隻可以 去到第七場 第七場 大熱的4號雪山飛狐 稍弱 不論英倫或者外圍 都不當他是大熱門 似乎這種指數 他們出乎意料 認為7號的好眼光 是心目中的大熱門 英倫和外圍都是這樣覺得 那你就說跑1,400 香港的馬迷當然覺得 信心會差一點 但外面一致都覺得1,400 似乎沒有問題 好過雪山飛狐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樣 這場又有核心範圍 1,2,3,4,7 似乎是這幾隻控制大局 去到第八場級制賽 重心都是兩隻標系的同主馬 反而外面看好4號的標支智能 不論英倫或者參考指數 都是4號比6號好 標支未來只是半熱門 但現在標支未來在香港 比標支智能好多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看明天會不會有逆轉 其他馬全部都很平均 混合一碟 難言信心 只有這個要留意 第九場 第九場是一次看好4號的零架 這隻英倫4.5倍大熱 信心指數也是高 香港最熱的反而是14號的確認眼神 我想確認眼神大熱也是暫時的 明天可能也是熱的 4號都還沒頂 事實上外面的指數也是當作半熱門 大家要留意 這場也有一個範圍叫做1,2,3,4 不,1號翠狐飛也是 接著3號保羅盛全 4號零架 5號天池貴合 和14號確認眼神 這幾隻似乎是個範圍 好了,去到尾場 大家看著2號、3號 香港大熱是3號 但外面看好2號 這是特別的 中華盛景 暫時英倫開到6倍 信心指數兩隻都OK 80、81 但似乎是喜歡2號更多 大家可以看到 神之水敵英倫二十多元 但暫時香港的中華盛景熱很多 但PACE兩隻差不多 看看明天的賠率會有逆轉 我相信到時賣到差不多 兩隻的飛數不會差得很遠 另外就是8號這個成材要特別一提 超弱 你看看是很兇的 不論英倫或者外圍來說 是香港的朋友看好它 這個要留意 這場1、2、3、4、5、13 加上二話筆說和幾個小號 就是核心範圍 看看以上局場的參考指數 能不能幫到大家 最後都簡單提醒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會員頻道 新增了年費計劃的 例如未來的海外賽事 提供主要放在會員頻道裡面 都歡迎大家科感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Comment、Share 我也一樣會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也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閃馬田創馬集作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